感谢神的带领 让小弟有这样的机会 跟各位弟兄姐妹 一起来学习 也借着圣灵的带领 我们今天 一起借由小弟 查经的心得 以及一些见证 来跟弟兄姐妹 一起做信仰上的分享 也是对小弟的 自我的勉励 那 算是第一次 来到石牌教会 可能小时候有来过 那 我第一次进来的时候 就是今天 我其实也很感谢神 那也 这个很感动 那原因是因为 我进来会堂 以及我进到 这个楼上 二楼的时候 就有 好像有儿童的读经 或者祷告 还有这些 诗诵的 这个 这个 诗情的准备 那 这都是教会 这个很好的 一个传统 也是在 这个 敬拜神之前 打好一个 很重要的 一个基础 求神能够带领 愿一切荣耀 也归给天上的神 那小弟 今天要跟 各位弟兄姐妹 一起来分享的是 在你手中 家 是基督徒的 这个信仰的根据地 那我们在 家庭成员之间 一定有一种 联系的这种力量 那这种力量呢 会造成 我们在家庭当中 一定有一种联系 不至于分散的 这个力量 那所以 神透过家庭 要来造就 我们的信仰 那神也借由家庭 要来 带领我们的信仰 那 现在也刚好 是因为 分流聚会的关系 那所以 有一些人 在会堂来聚会 那有一些人 在家里来聚会 那不管怎么样 那在家庭 是一个很重要的 信仰的核心 我们一起来看 创世纪十六章 创世纪十七章 创世纪十七章的第六节 创世纪十七章第六节 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国度从你而立 君王从你而出 第七节 我要与你 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 建立我的约 做永远的约 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 神透过家庭 要来彰显他的计划跟祝福 神也透过家庭 也给予我们的责任 让我们在家庭当中 能够在这个 兼顾我们的信仰 兼立神跟我们之间的 这个永远的约 十足行传第十六章 三十一节到三十三节 这边讲到这个保罗 还有希拉 当时候他对敬主来说 说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所以当时候保罗跟希拉 就将这个得救的道理 告诉他 那这里讲到说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是请他和他的全家人 一起来听 我们一起来看 《使徒行传》第十六章 《使徒行传》第十六章 的三十一节到三十三节 这边讲到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这边讲到的是必 神透过家庭 透过这个福音的带领 让全家人都可以得救 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 那当全家人 当我们基督徒 在这个世间上 我们在家庭当中 去建立我们信仰的时候 神说的是必 是应许 但是相对来说 也是一种挑战 他说你信主耶稣 就必得救 是全家人的得救 不是只有一个人的得救 因此全家人的信仰 全家人奔跑天国的道路 是一生的这个 天国的这个挑战赛 也可以说是这个马拉松 是永不间断的 这个奔跑天国的道路 所以这个家 我们怎么样让他 能够真正能够得到救恩 能够真正落实在 我们家庭当中的 每一个角色 我们看这个建筑的这个家 到了最后三十四节 他们因为信了神 他们很喜乐 在家庭当中 也这个因为信了神 是全家来喜乐 全家我们可能是 有一些信徒 是家人可能有的 没有信主 可能有的家庭是 这个从小到大 就是都是在教会的宗教教育 这样子来长大 也有可能是中间 可能是这个宗徒来信主 可能都有 那神也透过我们的家庭 要来造就我们家里的 每一个人 或许我们都会想说 怎么可能每一个人呢 我的孩子也大了 甚至说我的孩子很小 我工作很忙 我没有办法 真正在家庭当中 照顾我们家庭的信仰 那我想今天想说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在你手中 透过几段的分享 来作为我们在家庭当中 可以信仰当中的一个思考 小弟因为在这个 从事教职的工作 所以在学校的辅导工作当中 曾经有遇到一位孩子 他因为遇到了这个家庭的状况 他课业没有办法完成 那一开始也只是 他课业没有办法完成 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而且上学常常迟到 那这个孩子 我们后来去关心之后 后来才发现说 原来是他们家出了很大的问题 他没有办法 他可能连早餐都没有 这个早餐可以吃 那我们到家房之后 才知道说 原来他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 那透过跟孩子的鼓励 跟沟通之后 我们也发现 孩子很坚强 他知道家里的状况 即使他是国小的孩子 可是他知道说 家里的一些状况 他知道自己 可以怎么样做 但是因为家庭的功能 比较缺乏 所以当然学校 也会提供给他们一些帮助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家庭的一个 不管是信仰 或者是家庭状况的 好跟坏 或多或少都会反映到 我们的家人 甚至是他的一些 身心灵的一些状况 那这是我们 不管是老师 或者是我们在教会 属灵上的带领 都是让我们很担心的事情 有一年 天下杂志在调查 算是孩子的 跟孩子最亲密的关系 有排名顺序 那他这样子调查之后 他就是透过这个关系 跟孩子之间的这个影响力 去做一个排名 那过往 老师的影响力 算是还不错 但是这个调查出来报告 出来之后 其实小弟也吓了一跳 这个老教师的排名 从第三名已经调到第四名去 那原因是 这个第四名是老师 第三名是 这个手机 3C 大概占百分之六十三 那老师已经退到第四名 那大概占四成 的这种 跟孩子之间的关系 跟影响力 那到底什么是 第一名跟第二名呢 那很感谢神的是 其实在这个世代的调查当中 第一名还是父母亲 父母亲大概是占百分之八十七 父母亲的影响力 还是在 或许有人会想说 那第二名是什么 第二名就是同侪 就是同侪 那我们了解到孩子 或者是我们的家人 跟他之间的关系 其实最紧密的 还是我们父母亲 那我们在家庭当中的信仰 或许就像刚刚讲的 有人觉得我很忙碌 可能我没有办法来陪伴孩子 可能有的人觉得说 孩子已经大了 没有办法 有什么影响力 可以造就他 他已经出去工作了 甚至他已经结婚生子了 那我还能做什么呢 小弟在八斗教会 因为去年 这个刚线堂 那刚好我们 这个在还没有现堂之前 那其实是正兵教会 那当时候就有一些 这个家庭 他们可能比较 这个需要关心 那有许多的 这个弟兄姐妹 还有当这个长辈 去访问的时候 那他们就说 这个教会会堂 这个没有电梯 要不然就是这个家庭 这个有时候带领 真的很忙碌 等教会盖好 再去教会 等教会盖好 就去教会 那也很感谢神 我们那时候 去年现堂之后 发现说 真的有一些 这个长辈 去家庭访问 那这些长辈呢 他们就 一再地去关心 他们的信仰 那有一些的 这些家庭 他们陆陆续续 就回来教会聚会 所以长辈 这个信仰的带领 也是有他的一些影响力 那或许 我们还有许多的担忧 但是我想神 借由圣经的话语 也可以给我们一些 这个想法跟 这个看不见的 这个影响力 我们可以一起去思考 我们一起来看 这个《猎王记上》的第二章 《猎王记上》的第二章 《猎王记上》的第二章 的第二节到第三节 《猎王记上》的第二章 第二节到第三节 这边讲到 这个大卫的使其临近了 那时候他就对这个所罗门说 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 所以你当刚强做大丈夫 遵守耶和华 你神的律力 诫命 典章 法度 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 无论往何处去 尽偷亨通 这边是大卫 在他要离开世间的时候 最后说的话 那他在跟所罗门王说的这一段话 他告诉他 要做大丈夫 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 要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 要去行主的道 遵守他的律力 他把最重要的这些话语 告诉这个所罗门 在这个所罗门 这个接下来要走的这一段路 告诉他 你无论做什么事情 最重要的还是要遵守神的律法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每一位成员 都在我们的手中 在你手中的这个你 就是在座的每一位 也是我们每一位家庭的每一位成员 我们或许有一些事情 这个会有一些担忧 或许我们也有我们的软弱 但是从我们的小 这个幼儿 是一直到长者 我们或许 可以在家庭当中 做三个思考 以下跟弟兄姐妹 来做这个分享 第一个 我们全家近前的态度 在我们手中 我们知道近前的态度 会带来生命的改变 在撒摩尔这个家庭当中 我们就知道 在撒摩尔这个家庭里面 他的父母亲的带领 真的是不遗余虑 我们来看撒摩尔记上的第一章 撒摩尔记上的第一章 撒摩尔记上第一章 的第三节 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四罗 敬拜 祭祭祭万君之耶和华 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 这个何弗尔 这个何弗尼菲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 这边讲到他们每年都到这个四罗 这个地方去敬拜 去献祭 他的母亲哈拿也是 他的哈拿 他的母亲哈拿 更是一个很谦卑祷告的人 我们从第一章就可以看到 他的祷告 是非常的专心来仰望神 那他有他的苦情 但是他还是 把这件事情放在祷告当中 不是嘴巴说说而已 这种属灵的教育 他从小 从他自己的本身 自己的祷告来做起 从这种敬前的态度 来带领他的家庭 我们如果看这个撒末尔记上的第二章 我们翻过来看撒末尔记上的第二章 十九节到二十节 十九节到二十节 他母亲每年为他做一件小外袍 同的丈夫上来献年纪的时候 带来给他 二十节 以利为以利加拿和他的妻祝福 说愿耶和华由这妇人再伺你 后裔代替你从耶和华求来的孩子 他们就回去了 神也祝福他 二十一节 耶和华眷顾哈拿 他就怀孕 生了三个儿子 两个女儿 那孩子 这个撒末尔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 撒末尔在这个 祭司以利的 这个 这个圣殿当中来服侍 那在这个服侍的当中 这个身为妈妈的 他也没有说放着那边不管了 这个就是去教会就好了 是这个妈妈是不断的在关心这个孩子 那可能透过这个做这种小外袍 每一年来探望他 他不是摆着他不管 而是不断的为他来祷告 那个是一种 这个从他祷告的这种身体的力行 这种进前的态度来带领他的家庭 帮助他的家庭有一个敬畏的心 我们知道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是生命的泉源 那我们也要带领我们的家庭 去追求这个真智慧 那撒末的这个家庭 就是哈拿 他好像是牺牲了一个儿子 其实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些经节 神也透过他的家庭 也将这个祝福也带给他的家庭 透过他的祷告 透过他的努力 也能够祝福给他 另外我们也知道 我们来看约伯记的第一章第五节 约伯记第一章第五节 约伯记第一章的第五节 我们一起来念 预备来 严谐的日子过了 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 因为他们说 恐怕我儿子犯了罪 心中气掉神 约伯常常这样行 阿们 这边讲到这个约伯 他在家庭当中也是 这个存着这个敬畏的心 去做一些准备 在这个家庭当中 为了他家庭的这种幸福 他也费了一番苦心 这个不是说 这个他想做就可以做 这个一定是他平常 在家庭当中 他一定有他的一些 这个在信仰当中的一些习惯 在信仰当中的 这种影响力 这个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 所以在真言十四章的二十六节 真言十四章的二十六节 这边就说 敬畏耶和华是大有倚靠 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 今天如果我们的家庭 能够透过这个 能够来敬畏神 通过学习这个敬虔的态度 那我们的儿女 在未来的路上 他也是有这个 这个能够有神 能够硬蔽着他 敬虔的态度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就是我们的言行举止 那现在因为我们 这个刚好 这个可能各教会 都也有 像巴朵也有 这个石牌也有 有这个分流的聚会 那我们刚好也有一个弟兄 就我们来教会的时候 就分享到 他在这个家庭 这个要祷告 要聚会 他以前真的是不敢 而且呢 这个有时候 他就觉得他自己很软弱 那他就觉得说 不知道什么样一个机会 能够跟自己的家里 这个他也想要往这个方向走 大家也可以一起聚会 能够祷告 他就很感谢神 他就分享到说 也感谢神 这一次刚好这样的一个疫情 那透过分流的聚会 那他也可以 这个刚好家里 就可以一起 在家里面 大家一起聚会 一起唱诗 一起祷告 甚至刚好一个机会 可以跟他的家人 一起来分享 这个 他一些工作的一些 一些在跟神之间的一些祷告 甚至工作上面的一些伤心的事情 跟他们家里的人一起分享 所以神透过这个机会 或许我们在这个家庭聚会 这个家庭能够来敬拜神 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去培养的地方 所以透过这个敬拜神 透过能够来敬拜的心 那就会有一些严刑的举止 例如 我们如果在家里面 来聚会 来祷告 我们或许 在聚会的同时 我们也要穿着 能够整齐 我们能够准备好预备心 也是要提前 即使在家里聚会 也是要预备心 一起来做预备的祷告 跟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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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的聚会 来准备 这个 来敬拜神 这个是孩子 或者是我们的家人 都看在眼里的 这种对神的 这种 敬畏 然后敬前的这种心 来到会堂也是一样 来到会堂 有一些家庭 他会一起来教会祷告 有一些 这个 家庭 他可能没有 带圣经的习惯 那有一些 这个 他可能 这个 在聚会 这个 领师的时候 可能 他因为有一些事情 耽搁 没有预作一些 时间上面的 安排跟控管 那这个 这个聚会 之前的准备 这个也是 敬前 这个 预备的一个开始 那来到会堂 我们的 衣着 来到会堂 我们的 这个 一起的末导 来感谢神 这一些 虽然动作很细微 但是 这是我们在 信仰当中 一种 这个 敬前 而且能够 透过这样的 一个 细节的提醒 也能够跟家人 来学习 这个 敬前的态度 前阵子有看到 这个一篇 这个 算是 一个 小章的图 那我觉得他很有趣 跟弟兄姐妹分享 他说 疫情当中 说 这个 撒旦 跟神 对话 那撒旦 就很 得意的说 这个 你看 我借着 这个疫情 把你的教会 都关起来 那 这个 这个神 这个主 就很淡定的说 说 你错了 其实我是把 这个 每一个家庭 都变成了教会 那 我看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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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图片 跟叙述的时候 我心里面就觉得 真的是 很感谢神 有时候危机 或许 在我们的信仰当中 也可以成为我们 这个 一些转机 或者是 在我们的家庭 信仰当中的 一些提醒 让我们的家庭 成为 没有 这种围墙的教会 在 这个 我们的家庭当中 把我们的家庭 当做教会 第二个 全家 祷告的时机 在我们手中 我们在家庭当中 可能有时候 生活很忙碌 有时候回到家 上班 回到家 或者是我们 有的人 可能在家里 工作也好 或者是在家里 忙 家里的一些事情 那可能 常常跟家里的人 就是擦身而过 常常 能够相遇 或者是 这个 讨论的时间 可能并不是 那么的多 那 我们怎么样 透过 把握 祷告的机会 能够 来造就 我们的家庭 要幸福 就要做出 决定 要得到 属灵的幸福 就要做出 属灵的决定 所以 透过祷告 我们可以把握 祷告的机会 我们来看 四诗纪的十三章 四诗纪的十三章 的第八节 马罗亚这边 马罗亚就祈求耶和华说 主啊 求你再差遣 那神人到我们这里来 好指教我们 怎样带这 将要生的孩子 这边讲到 这个马罗亚要祈求神 因为他不知道 他到底要怎么样 带这个孩子 所以在第十二节 这个马罗亚就说 说愿你的话应验 说我们当怎样带这孩子 那他后来当怎样呢 这就是一个 这种父母亲 对孩子的一种 这种期待 甚至是我们父母亲 对孩子的一种 希望他能够保守在神里面 的一种对神的呼求 这就是求问神 我们在家庭当中 我们也要来求问神 神告诉马罗亚的妻子 要分别为圣 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 所有的不洁净的东西 都不可以碰 不可以吃 那我们在这个祷告当中 甚至是我们在生活当中 也要来分别为圣 透过把握这个祷告的时机 来分别为圣 在主里面能够改变 能够去抓住神 新约圣经里面 撒该也是这样 今天撒该他要来 这个找主耶稣 当然他知道他的一些 这个过犯 这个不对的地方 但是这个今天 他有这样的一个心 那主耶稣就说 撒该撒该 今天我要进到你家去 那我们在家庭当中 也要有这样的一个心志 让神进入我们的家 能够成为我们为每一个家人 守望祷告的那一个守望者 不管是父母也好 我们儿女的也可以为 我们的父母亲来祷告 我们父母亲为我们的儿女来祷告 兄弟姐妹之间 大家肢体之间 彼此之间都可以来祷告 能够来带 求神能够来带领他们 有一位弟兄 因为他从小 这个爸爸不常在家 所以家里 就是常常只有 这个他的妈妈跟 这个奶奶在家 那他从小非常的叛逆 然后不顺服 到了高中的时候 可能虽然从小信主 但是他的信仰 还是没有这个很深刻的体验 所以他高中的时候 非常的叛逆 他造成这个家里面 这个很多的困扰 甚至这个妈妈 为了他还去进修 还去这个想说 要怎么来带这个孩子 但是这个家庭的这个妈妈 甚至他的这个爸爸妈妈 都为这个孩子来祷告 每一天早上 都是这个祷告的声音 那这个孩子 当他在见证的时候 他说每天早上 都会听到家里祷告的声音 从以前虽然没有什么 这种这个觉得很烦 或者拍名的时候觉得 你为什么要管这么多呢 但是当他长大之后 他才发现 原来这个生活当中的 这个一点一滴 是神给他的恩典 家人为他的祷告 这个是生活当中的一种责任 对他的提醒 所以这种孩子的这种 听到这个见证的感动 是他长大才明白 这个叫醒他的 不是那个闹钟 原来在他的这个生命当中 叫醒他的 是他家里的人 对他信仰的看重 不断的为他来祷告 即使是十年 即使是二十年 也是为他来祷告 我们从小到大 大部分都是从小到大 在信主 我们或多或少 这个常常 这个比较 没有看见信仰上面的 这种体验跟经验 所以从小到大 这种长大的这些孩子 在宗教教育长大的孩子 那更需要看见这种选择 尤其是信仰的选择 有一句这个谚语 我觉得还蛮喜欢的 他就描述了 这种信仰的代代之间的 这种传承 他说 他是台语 一代清 两代明 就是一代 对于第一代的信仰 是对这个信仰 是很清楚的 道理很清楚 可是第二代 是这个明白 这个一代清 两代明 三代无无看不明 就是到了第三代 他可能对于信仰 就是有一点 这个已经不知道 这个信仰是在做什么 这个四代 你说我没用 就是说 这个 你可能邀请我来教会 或者是在信仰上面 我可能已经没有 这种信仰上面的 这种体验 所以你叫我 我大概没有什么 太大的感觉 我也不太想来教会 那五代 他说五代 生命 我出境 就是到了第五代 信仰已经分崩离析了 那当然我们不希望 这个我们的家庭的信仰 是走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的信仰 要怎么样能够把握 在祷告当中 这个祷告的这个时机 这个是在我们的手中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 都没有经历过这个选择 所以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常常在长大求学过程当中 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 甚至这个遇到婚姻家庭的一些问题 我们如果没有看见 我们家庭当中的选择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 真正的影响我们的家人 怎么说呢 如果今天我们 每一次我们自己遇到的问题 我们自己都自己解决 然后也没有跟自己的家里人讲 或许我们这个 或许我们有自己的一些处理的方式 但是家里的人 没有一起来面对 甚至我们或许可以透过遇到一些事情 家里一起同心跪下来祷告 那这样的见证 或者是这样的祷告 就可以逐渐的造就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孩子 甚至我们的家人 甚至或许我们家里面 有未信主的这些慕道朋友 一旦看到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 我们是跪下来祷告 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是来找教会 遇到我们很软弱的时候 是家庭一起跪下来祷告 我记得有一次 这个宗教教育 在清教组的时候 我们有一些的孩子 真的是有出了一些状况 那教员跟这些孩子 在谈话当中 知道他们可能因为学校的关系 所以他们才有这些选择 那可能或许他不得已 但是有一些事情是信仰当中要坚持的 那我们的教员就跟孩子 一起在教会当中来祷告 求神能够开路 那这些孩子呢 后来他们也去学校 又遇到同样的问题 但是很感谢神 因为他们勇于表达说 这个教会有一些事情 是不能去处理的 不能做 所以神也为他们开路 这些孩子回来就见证说 真的很感谢神 那这样子他在生命当中 我们也看到 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一个体验 那或许 不仅是中套教育 或许在我们的家庭当中 也是这样 有一次这个小弟的 因为小弟现在一个两个孩子 一个小班一个大班 我们这个大班的这个小朋友 他在去年的时候 我也是心里面也是 非常的感谢神 他有一个这个见证 因为这个我们 可能是住基隆的关系 所以就是常常 就我们会有过敏性体质 那我的孩子可能也是一样 所以他就是刚好 有这个遇到 一直流鼻水的这样一个情形 像比如说冷空气 或者是这个早上起来 那他可能就是会 这个身体不太舒服 那感谢神 但他这个过去 我们其实因为有一些 这个是我们信心 比较没有那么坚强 这个我们当然也祷告 这个我就想说那该怎么办呢 那我就跟我太太讨论说 那想办法就让他要 要吃下去 那后来这个我家这个大的这个孩子 就跟我说 爸爸我不要吃药 我要祷告这样 然后我就说 我心里面其实有点吓一跳 那我们当然晚上会祷告 就是能够帮助 但是想说 这个第一次他这样子来告诉我 那我就跟他讲说 你要祷告 你确定吗 那我想要试试看他 到底有没有信心 那我就问他说 这个你确定吗 他说我确定 这样子 我就想说 这个药到底是有多苦 这个以前 这个也没有那么怕吃药 但是我想说 那好 那我就说个时间 吓吓他 那我就 这个他讲说 那我们祷告二十分钟 还是你要吃药 结果他跟我讲说 他要祷告二十分钟 他用很坚定的眼神看我 那我想说 神啊怎么办 这个他不吃药呢 他如果这样子会 可能隔天上课 或者是说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可能会咳嗽 或者是说 他可能会不舒服 那主啊我该怎么办 他很感谢神 我就好像说 好 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 既然他眼神 这么坚定的眼神看我 那我就 说好 那我们一起去祷告 那其实他 因为晚上 所以他可能 身体也不太舒服 所以其实他很累 那我就说 好 那我们就祷告 那我们在床 这个床前 我们就在这边祷告 那祷告的时候 我们就奉主 就是圣名祷告 然后他就 他又在这边结束 他又在这边结束 那我们也是 陪着他一起来祷告 那我想说 那他可能 大概五分钟 十分钟 大概就 可能就没力了吧 所以我想说 这个 没有他很认真 大概我 我没有看过 他这么认真 祷告过 那但是他到了 这个十分钟的时候 其实声音越来越微弱 我想说 好 那我就是在坚持 那我就拍拍他 他说我们在祷告 我们还有十分钟 我们继续努力 好 那一起来祷告 那就一起跟他这样子 拍拍拍拍 然后他睡着 然后就拍拍拍 一起一起祷告 那感谢主 他一祷告完 就打下去 就睡着了 那我想说 好 感谢神 那就求神带领吧 那每次要 就求神能够带领 那因为隔天早上 我很早就去上班 那是我回来的时候 那我太太跟我说 说这个小朋友 因为这个早上起来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 就找妈妈 就说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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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我没有咳嗽 我也早上也没有起来 没有流鼻涕这样子 好 那我们就很感谢神 说哇 这个我们很期待 我们的孩子 能够去体验神 或许神也透过这样的机会 我们这个刚好 神有让我们遇到 这样一个机会 能够去遇见神 我们希望这个孩子 能够遇见神 那这样也是一个 对他一个信仰上的 一个帮助 或许这就是一个 爸爸妈妈的心 那这个就是全家 祷告的时机 在我们的手中 那在家庭当中的 祷告 我想用一个祷告 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第二章 路加福音的第二章 的五十二节 路加福音的第二章 第二章五十二节 路加福音第二章五十二节 我来看 路加福音第二章五十二节 新线圣经七十九面 五十二节 耶稣的智慧和声量 神和人喜爱他的心 都一起增长 这边讲到 这个主耶稣的智慧和声量 神和人喜爱他的心 都一起增长 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会发现 我们在家庭的祷告里面 有时候祷告的时候 没有一个方向 那或许这些经节 可以作为我们一起的分享 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可以四件事情 为我们的家人来祷告 第一个 这个智慧 智慧能够有是非的判断 能够希望他们在 这个生活当中 能够有这个 有神的话语 来做这个智慧的判断 第二个是声量 当然我们也要为 我们的身体健康来祷告 孩子的成长来祷告 第三个 人的喜爱 现在这个资讯爆发 这种网路发达 这个每一个孩子 这个知识的学习 速度越来越快 可是他们人跟人之间的 这种关系 这种礼貌 这种 这种 这个人跟人之间的 这一种人际关系 越来越的薄弱 所以 或许这个是 目前我们在祷告上面 也可以为我们的家人 来祷告 有时候越来越聪明 好像是一件好事 可是有一些事情 变成越来越聪明 有一些状况 它是越来越好人厌 所以我们也求神 能够让人来喜欢他 人际关系的经营 最后一个 就是神的喜爱 不是人的喜欢 重要 更重要的是 神能够喜爱他 能够喜欢他 因为神是看人内心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 透过这样的祷告 有这样的眼光跟盼望 来求神能够带领 最后一个 是我们全家的信仰 环境在我们的手中 以时间来说 孩子的可塑性很高 当然越早塑造是越好 家庭是我们孩子最早接触的环境 所以我们在过去 这也是为什么之所以定名 在你手中的原因 在过去中教教育 有一个 这个算是 中教教育的刊物 当时候就有一个信封 那当时候信封上面 其实是在讲 宗教教育的教员 他这么说 说这个 羊儿的手中在你手中 羊儿的手在你手中 他到底是寻求神的帮助 那还是寻求人的帮助 那他是 这个渴望你的引领 那以后 他是要成为 健康积极的基督徒 这些责任 都在你的手中 这就是宗教教育的一些责任 但是我们透过家庭 我们也能够了解到 那个环境的造就 不是只有教会 宗教教育的教员固然重要 更重要的是 在家庭当中的 那个宗教教育 这种每一件事情 让孩子 让我们身边的家人 甚至未信主的人 看见我们的选择 让这个环境 能够塑造起来 以空间来说 陪伴才有关系 有关系才有机会 有机会才能够改变 我们来看 《出埃及记》的第27章 《出埃及记》的第27章的21节 《出埃及记》第27章的21节 《出埃及记》第27章的21节 在会幕中法柜前的漫外 亚伦和他的儿子从晚上到早晨 要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 要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这边讲到亚伦和他的儿子 这当然是他们在敬拜神 他们一起去服侍神的一个规 这个算是一个信仰束长的习惯 如果我们往前看二十节 这个灯是要常常点着 所以这个信仰的环境 是要我们能够为我们的家人 点着我们信仰的灯 这个灯是神要我们在这个家庭当中 扮演的一个信仰重要的角色 不管是哪一个环境 哪一个世代 这个孩子的成长 或者是我们信仰的历程 都需要换盆 这个换盆好像是 这个盆栽刚开始可能是小盆 那可能是当他长大了 或者信仰到一定的程度 他必须要换另外一个盆子 那适时的去浇灌他 去这个带领他 从信仰的这种带领来说 我们在家庭里面 我们或许会觉得 我们从小到大信主 这个已经是一个习惯 或者是这个从小到大信主 是一个是感谢神的地方 但是我们也要时刻的来警醒 即使我们从小也不一定是信主 或许我们的家庭信仰 也不是那么的好 但是我们可以做什么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 《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 《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这边讲到提摩泰的成长 第一节到第三节 提摩泰他的这个算是他的妈妈 他的爸爸算是外邦人 那所以他的家庭的成长 不一定是一个 这个像换我们现在来说 他可能不是全家信主 他可能是其中一个 这种这个家庭的这个有信仰 这个一方有信仰的这个家庭 但是他这个即使是他这样的一个家庭 他也能够在自己的家庭当中 扮演好他的角色 这就是我们这个是说的子职的教育 就是我们孩子 或者是我们自己的信仰 或许这个有家里其他的人 还需要带领 我们的兼顾可以带领我们其他的家人 我们去年就有一位新受洗的 一个清教祖的孩子 或许他这个在信仰上面 这个也是刚起步 但是或许他的家里的爸爸妈妈 他的信仰上面 这个还在学习还在努力 但是这个孩子 那有因为另外 这个他的爸爸也没有信主 但是他很认真的来教会来聚会 很认真的参与教会各样的活动 然后在祷告上面 在信仰的体验上面 他也很认真的在追求 那也感谢神 他也成为我们的一份子 那他也透过这个宗教教育 他也透过这个妈妈的代理 也能够造就这样的一个家庭的信仰 我们看十六章的第二节 这个提摩太即使是他家庭当中 可能不是这么的好 但是第二节 他很努力的能够找到 或者是能够努力的来学习 能够得到人的喜爱 甚至到第三节 保罗在信仰的带领上面 都能够好好的来带领他 有别人一起来带领他 和他同去 我们看第三节 保罗和他同去 让他知道说 是他有其他人可以带他去 一起来做这份圣工 所以求神能够带领我们的家庭 让我们去经营我们这个信仰的灯 让我们的信仰的灯 能够长长的来点着 让我们的家庭能够成为信仰改变的起点 也是造就我们家人的起点 最后我们来看一节经节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14节到16节 马太福音的第五章 马太福音的第五章 第14节到16节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14节 我们一起来念 预备来 你们是世上的光 尘照在山上 是不能隐藏的 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 是放在灯台上 就照亮一家的人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 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父 求神能够带领我们的家庭 能够让我们的努力 为我们的辛苦 为家庭的祷告 为家庭的付出 都能够获得神满满的祝福 为我们自己 为我们的家庭 为我们的儿女 还献上我们的祷告 跟我们的付出 求神保守我们 我们一起来唱诗